五条物与苏挪的对决可以说越来越刺激 但这一次五条物已经证明了它的优越性 尽管苏挪对五条物非常了解它的能力 而且本身还拥有两个领域展开还有千年的经验 但五条物脱颖而出 定了它作为史上最伟大的存在的地位 然而就在五条物即将成为史上最强咒术师之时 苏挪突然打出它最终底牌 展现了真正的巨大力量 另一方面咒术回战漫画229画 加强五条物在漫画75画 说天上天下为我独尊 展现出五条物是怎么样为我独尊 然而在漫画228画 大家感觉五条物即将死亡的征兆 让大家感到不安 五条物开始感到头晕和流鼻血 此时摩虚罗转动声也传达着不祥的预兆 但这两件事是否相关呢 五条物在整个战斗中一直在极限下奋战 它以华丽的攻击和持续使用领域展开 决心以最复杂的形式使用咒术击败宿挪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它甚至完成了看似不可能的壮举 随着它累积了众多非凡的成就 已经到达了极限 它必须不断输出巨量的咒力 还要同时治愈自己 这种对身体的负担导致了流鼻血 这提醒我们 尽管拥有神一般的力量 五条物究竟还是人类 在最后的时刻我陷入了迷茫 因为五条物毫不在意地擦拭鼻血 继续地战斗 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然而在如此脆弱的情况下 五条物应该会选择安全的策略 但依照五条物的性能 它总是冒着一切去赌一把 五条物再次使用了领域展开 速挪和五条物同时使用它们的领域 这已经是第四次了 正如先前所暗示的 速挪模仿了五条物使用反转术式 来修复燃进的术式 还召唤出浮魔御厨子 然而这一次 五条物有一个不同的计划 在漫画第228五条物 做出了一个精彩的举动 将两个领域限制在一个球体中 它揭示了一个秘密 即如果它能在三分钟内 摧毁浮魔御厨子 它将获得胜利 先前它们的领域碰撞 恰好在三分钟零九秒结束 这意思说 速挪需要三分钟来突破 五条物的领域 在这种情况下 五条物的目标是从领域内 对速挪造成足够的伤害 阻止它维持自己的领域 正如我们已经知道了 它们的领域在攻击力上是相等的 这在第225话中揭示出来 先压倒对方的一方 将获得战斗的胜利 特别是考虑到无量空处的严重影响 它可以使速挪无法行动 并使它的思绪混乱 从整体上看中了 无量空处0.2秒的人类 也需要几个月的康复 才能恢复正常的生活 这展示了五条的领域的强大力量 考虑到这一点 五条物全力以赴对抗速挪的领域 它知道速挪只能通过领域 在内部与它对抗 那里它们的攻击不相抵消 因此五条物无情地打击速挪 直到它们的领域同时崩溃 天使再次提醒我们 今天第几篇说速是这个词了 在这次冲突中 五条成功对速挪造成重大损伤 它的脸部部分似乎完全被摧毁 速挪领域反转速势 来治愈它的身体和燃尽的速势 并试图施展另一个领域以对抗五条 然而这被证明是它的错误 五条物的领域更快 因为速挪在使用领域前 忙于治愈它的身体 它在五条物之后 不到0.01秒释放了浮摩浴厨子 但已经太迟了 速挪已经被无量空处击住 胜负的时刻要来了 如果你觉得这一切发生得太快 因为六眼的会带来的大量信息涌入 使得五条物的大脑运作极为迅速 正如九十话中卷所提到的 对于其他人而言 一分钟在五条物的脑中只是瞬间 这也正是卷所能够将五条物 困在玉门浆中的原因 此外在漫画223强调 咒词 掌印等等 如果去省略这些直到构成术士为止 一名咒术师的技能 在于在使用咒术时消除不必要的动作 这在以下事实中得到了体现 五条物只需一个手印 而速挪需要两个手印 这造成了在他们对抗时 关键的0.01秒差距 因此速挪中招变得无法移动 且无法抵御五条物的毁灭性攻击 五条物刺穿了速挪的胸膛 并摧毁了浮摩浴厨子 这些都在速挪的领域中 仅仅2分40秒的时间内完成 我们一批五条的内心世界时 揭示出了对浮黑会一个残酷的现实 这并不是好消息 五条物要摧毁速挪的心脏 肺和肝脏 在他看来要将速挪推向死亡的边缘 要比少年院时候的幽人 更切实地接近死亡 其实五条物这么做是有意义的 他在未会报仇 经过多个章节的折磨 速挪以无法想象的方式 使会失去了神针和内心 会目睹了太多的死亡 也参与了更多的死亡 从某种意义上说 五条物试图做坏人这个重担 未会带来争议 这也是作为会的老师的责任 顺便提一句 这可能是五条计划的一部分 从战斗开始 五条物一直尊重于使用无量空处 当我们意识到 他可能是为了拯救他的徒弟 才这么做 五条物之前说过 在与速挪战斗后 他会未会哀悼 尽管他承认 他无法拯救那些 不愿接受帮助的人 但他也愿意做出必要的牺牲 毕竟会对他来说是亲生儿子一样 给了他存在的意义 这就是为什么他特别提到 当会几乎面临死亡时 因为在那一刻 会有可能会恢复意识 取回身体主导权 我们也看过幽人也失去心脏后 赫苏诺作格束缚 是约从而复活回来 所以有很大的可能性 五条物希望利用无量空处 以某种方式接触到会 由于他的领域基本上是一种精神攻击 他的目标是拯救会 鼓励他反击并为他提供重生的机会 五条物愿意冒这个风险 在外传故事中有说过这句话 爱是所有诅咒中最扭曲的 他已经爱过太多人并失去了他们 这是讽刺的 因为无论五条物看似无敌 他在保护心爱之人方面仍然脆弱 因此他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中 以拯救他还在乎的人们 这是对未来一代的赌注 让他们继承他的意志并战胜苏诺 如果他无法成功 那么五条物的目的将是成为咒术界关键的齿轮 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承认 他想从内部改变咒术界 然后培养下一代 防止过去一千年的同样错误再次出现 然而关键时刻似乎即将来临 速诺施展了最致命的咒术 是的他召唤魔序罗 他耐心等待合适的时机释放他 由于五条的领域使速诺无法立即使用 但有一点要记住 作者说过无量空处对人类和咒灵有不同的影响 说到这里你应该懂了 速诺他不是咒灵和人类 他是从人类变成咒物 对速诺的影响会有所不同 所以在速诺趁这个机会使用魔序罗阻止五条物 这暗示住如果速诺没有换容器的话 他还在幽人体内 也许他就没办法击败五条物 撇开这些不谈 速诺召唤的魔序罗是异常巨大 就在五条物准备在魔序罗适应他的领域之前 打算一击将魔序罗击败 但接下来五条物 意识到最艰难的战斗已经到来 魔序罗已经适应了无量空处 这种适应破坏了两名最强咒术师之间的平衡 使战斗从这一点开始更加不可预测 虽然看起来宋能还在恢复从五条领域的影响中 但其余的战斗将如何展开仍不得而知 下一期将会见识五条物如何摆脱魔序罗 也许五条物将会开发新的术室 你们觉得该如何打败魔序罗呢 欢迎你们留言告诉我 我们可以一起讨论吧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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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